科学家说 现在是最接近找到外星生命的时候 他们至少每天都找到一粒候选行星 有机会有生命存在 这些行星和地球都很不同 在一片红光底下 一边永就一边永也 昼夜之间就是生机所在 零距离科学 太空旗观志 尋找宜居行星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三十日